这里面我今天想重点给大家讲讲,就是画景,这一幅我准备给大家说这边我补一些山石,用山石把这画画颤导出来,那么山石怎么画呢?今天讲究这个。 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开始用铅笔在它的轮廓把它勾出来,这个呢山石这个画法呢就借鉴一些山水画的方法,就是勾勒和吞擦的方法。 我们画飞山石,用种墨,比较浓一点的墨,因为将来存染以后慢慢染上,它就浅了。 那么一般画呢,就是土皮村,先呢要把它这个山石上勾出来,这个山石它这个结构呢,是有裂,有裂缝,就是一层压一层的。 所以村呢也是,不是这么规则,这个有距离近,有距离远,这有些是纹,有些是裂,它总的还是一个大块。 这个呢就是先勾,这上面都勾,勾好以后呢,就用这个笔呢,来村,村的一般这种村法就叫虎皮,好像一个大虎皮, 这个再送在马远下归,还有在以前,有大虎皮,小虎皮,虎皮很小碎的叫小虎皮,这个像我们这个画近点,用大虎皮去村一下。 比如这个笔上呢,颜色也不要调太匀,就好像笔,笔尖上黑,笔尖上浅,一笔下的以后有浓淡,但是更好看。 这个要有这个,这个非白,有了非白以后,它就造成了石瘦的感觉。 不要村的全是漆黑一片,这个要注意把这花啊,留开。 别把花上了,把花的形状留。 没有?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